在香港,就算你不是特別喜歡檸檬茶,也有很多機會喝到 不買都不覺原來那麼多品牌都有出檸檬茶 隨隨便便已經買到十款回來,真是試都試死我 首先看一下他們的價錢 最貴的是日本來的三德利和午後之紅茶 最便宜的是陽光、碧泉和康師傅 最貴的就是最便宜的三倍價錢有多 再看看他們的產地,大部分都有寫明在哪裡做 不過屈臣市集團的壁傳只是寫了香港公司做分銷 還有一樣是可口可樂公司的陽光、雀領和Fuse Tea這三款 都只是寫了在香港入合入津 我分別打電話去他們兩個集團問 壁傳那邊起初只是說在東南亞國家做 我問多兩句,是先說在中國做 而可口可樂公司就說寫著在香港入合入津就等同於在香港做 那你又不能直接寫在香港做? 我自己就有點懷疑了,你們覺得呢? 之後看一下他們的成分 如果當那些什麼樣的茶精,茶抽取物不是茶 只是計成分是茶或者紅茶那些的話 十隻入面只有維他、三德利、五厚枝紅茶和Snaple這四隻是用茶做 而康師傅和Snaple兩隻的成分表道甚至沒有檸檬汁 即是說,康師傅冰紅茶入面茶有沒有,檸檬有沒有 除了水和糖還有些蜜劑之外 看得明白的,就是他寫有樂促溶紅茶粉 為什麼我不算紅茶粉是茶? 你想淘寶看看就知道了 看看糖份,最多糖的是維他和陽光 最少糖就是五厚枝紅茶 假設100ml檸檬茶是100克的話 維他和陽光裡面有超過十分一都是糖味 你喝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呀? 之後就到試味時間 一次過開十種檸檬茶才知道 這味道原來真的差那麼遠 每隻都走不同的路線 甚至你會懷疑究竟哪隻才是檸檬茶應有的味道呢? 我先客觀點這樣看,比較一下他們的甜度 我覺得喝到最甜的是維他和陽光 而三隻日韓品牌五厚、樂天和三德里 對比起來就真的非常不甜 那麼多隻裡面最酸的是Snapple 而陽光和三隻日韓品牌都沒什麼酸味 到最重要的茶味 喝下去茶味最突出的我覺得是Fuse Tea、三德里和五厚 茶味最淡的是Snapple和康師傅 Snapple直接喝不出有茶 這次的結果我自己都覺得未必好準 因為十隻那麼多,還要是甜的 搞到我自己都嫩嫩的 我覺得最垃圾的是Snapple 雖然我瓶洗得很天然 但喝下去味真的一點都不像在自然界找到的東西 茶味又沒有,檸檬味又沒有 得正奇忍怪的酸甜味 不過他幸好是唯一一隻用玻璃瓶的 難喝到好生氣的時候都可以爆一下瓶 一次我喝可以試到明顯的分別 不是這樣喝都沒感覺 陽光、碧泉和雀領都有一陣檸檬茶不應該有的奇怪味 而且他們陣怪味三隻都不是同一條Line 真的不知道他們怎樣混出來的 我自己覺得最適合口味的出奇地竟然是Fuse Tea 本來我沒拍之前以為維他是鐵膽 誰知道有對比之下覺得維他真的太甜了 Fuse Tea比他沒那麼甜 而且茶味還突出一點 喝下去感覺自然一點 給我接近茶餐廳領茶 還有這些消費會包家真的連我自己都很有驚喜 嘻嘻